PTS的特約報道員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va PTS的特約報道員 話說PTS Steel Shop 一直以來都推出了 不同的電窗和氣窗版本的彈夾 今次的話題 也離不開這個彈夾 今天 就要跟大家介紹這兩款彈夾 就是EPM-G 和EPM-LR 這兩款彈夾分別 都是給G36和SR25 的7.62槍款用的 如果這麼多朋友 都在用這款槍 千萬不要錯過 有追蹤朋友 都知道我們以前出過P-Mac 不過好像已經絕版了 所以今次 跟大家介紹這兩款彈夾 就適合你們了 首先介紹這款EPM-G EPM-G這款彈夾 是給G36的槍用 裡面可以容納到120發的BB彈 看看外觀上有什麼分別 外觀上四面都有防滑紋 兩邊都有做假的子彈 外觀上就更加像一把真槍 看看底部 底部也是有防撞膠的 這裡還有一個marking的位置 可以讓你mark下自己的記號 一定不會拿錯別人的東西 彈夾的頂部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橙色的推彈咀 當你的BB彈用盡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 即是證明你又要入彈了 其實有很多支不同廠出的G36 都可以用到這個EPM-G的彈夾 但是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打在下面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match相應廠出的G36槍款 就可以買回這個彈夾用到 好 接著就講一下 這個EPM-LR的電窗版本彈夾 它是給SR25的7.62槍款用的 之前我們有出過氣窗版本 今次終於有這個電窗版本 它看到它大大舊的 就可以容納到150發的BB彈 它外觀上也是有不同的 但是它的設計 都會採用EPM-1的設計風格 它四面都有防滑紋 它頂部也會有橙色的推彈咀 當你沒有BB彈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 底部也會有防撞膠 也會有一個marking位置 讓你mark自己的記號 其實我自己比較喜歡它的外型 因為它的外型真的超簡潔 好 說到最後 究竟有甚麼槍款可以用到這個彈夾呢 就是有GMP、Classic Army 和A&K的SR25 和XM110版本的電窗 才可以用到它 如果大家對這兩款彈夾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來PTS Steel Shop選購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CLS、Comment、Like和Share 給你的朋友 拜拜